要在中国大陆周边永久性的部署F-35战机 美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战略安排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的了解 据美国空军杂志报道 由于美军F-35和F-22等五代战机的航程不足 难以在西太平洋前线的潜在冲突中发挥作用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表示 希望在更靠近中国大陆的基地 永久性部署上述战机 增强威慑能力 报道称 美国海军陆战队已将F-35B 部署至日本沿国陆战队航空基地 搭载F-35C的美国航空母舰 也经常性在西太地区游异 但是美国空军五代机在此区域缺少永久性基地 阿奎利诺虽然没有提到具体的候选地点 但他认为关岛是绝对的战略要地 要确保成为有效进行武力投射的关键节点 我们看到最近美国的军事杂志一直在炒作 要在中国周边部署第五代战斗机的事情 如果说美国真的进行这样的部署 会对台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民进党当局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美国的第五代战机有两款 一款是F-22 它本身的载弹量很大 而且当然就是具有隐身的性质 它有隐身的功能 而且它的电战能力也很强 它的缺点就是造价太昂贵了 所以美国目前来讲已经停产了 但是F-22这款战机美国是不外销的 也就是不卖的 它留给自己使用 这样的一款战机载弹量大 它的飞行速度很快 它一般来讲在最大的飞行速度 据说可以到2.7马赫左右 它的一般的常态的巡航的速度 可以到1.4马赫 但是由于它的飞的速度比较快 它的载弹量比较大 它的复合当然就重 复合重它的作战半径就比较小 所以一般估计是在850公里 左右的作战半径 这样的一款隐形战机 对美国人来讲由于造价太昂贵了 所以它停产了 另外一款也可以外销 还有美国自己使用 传出来目前估计 可能有800多架已经建造完成 而且陆陆续续还在新建的建造中 因为有很多国家都在排队 都下了很多的订单 那就是F-35A B C三种 A是给空军使用 还有B跟C给海军 海军陆队来使用 那由于它是隐身的 而且是多功能的 电战能力很强 它有特殊的数据 所以它可以连接空中的 太空的地面的各种数据的传输 可以支援其他的飞机的作战 而且它的通信系统也是比较强大的 这样的一款这个F-35的战机 它就适合于一般飞行跑道的 长跑道的起降 也适合短跑道的起降 既然是短跑道 那当然就可以用在 这个航空母舰上面 航母它本身也可以起降 那由于它又垂直的起降功能 所以在两栖攻击舰 两栖登陆舰上 它也可以被使用在这上面 另外由于它本身是 未来是要取代F-16 所以它是属于轻型的 低空的搭配 它的载弹量当然就比较少 可是由于载弹量少 复合比较少 它的作战半径就比较长 根据ABC三种不同的战机 我们一般估计 它的作战半径 是从900到1240公里左右 这样的一个作战半径 当然就比过去的世代战机 它的作战半径就长很多了 刚才赖教授也介绍说 美军的F-35战斗机 的确是作战半径更长 作战的面积更广 但是我们知道 美军在日本的基地 是部署了F-35战斗机的 那么为什么现在 还要永久性地部署 第五代战斗机 那么之前部署的是 一个什么性质 我们看到美国多年来 当然它在日本 一直是寻求部署F-35战斗机 也确实展开了相应的部署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其实对日本 它有一个忽悠的成分 也产生一种战略的迷惑感 美军的有关的智库 我们看到它的报告也好 还是说智库有关的 研究人员的发言也好 说美国事实上 在日本的一些基地 比如说日本的盐国基地 包括加首纳基地 就展开了常态化的这种部署 甚至是永久性的部署 但是我们讲 其实它这种部署 我们只能把它称之为 是一个定期的一种前沿部署 为什么美国会这么做 我们讲美国当前推进印太战略 它又重提所谓岛链布局 这个岛链是分为三条 所谓的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 它在寻找相应的一些节点 我们看到美国 它考虑到这个五代机部署的时候 一方面 它当然考虑是战时的这种战力 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的 赖先生也提到 这个作战半径问题 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 它还会考虑一个成本问题 这个成本问题对于五代机来讲 它就是在平时是一个建设成本 在战时它就是一个战损成本 那么五代机如果它要真的 永久性部署到某一个基地的话 这个基地要做一个深度的评估 在评估之后 对于基地周边的这个全方位的反导系统 它就要进行相应的建设 这是一笔非常庞大的一个情费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它提五代机的前沿部署 到现在真正它要展开这个前沿建设的 它是在关岛 那么关岛作为美国来说 还是在所谓的第二岛链 是一个关键之岛 为什么它现在要重视关岛呢 第一个它现在提出这个前沿部署 或者前沿威慑这样一个概念 它就要把过去的这个部署的重点 进一步地往前推 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一段时间 为了配合在关岛去常态化地部署 这个F-35战机 或者说是更大范围地去部署 它在这个关岛附近的这个天宁岛 它也展开了相应的这种建设 扩大了这个机场的规模 包括会有14架的大型的空中加油机 来部署到这里 那么空中加油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去进一步地延长F-35的 这个作战半径 以此实现它所谓的 在整个西太平洋的这种全覆盖 当然它想得很好 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成本问题 它又要回过头来进一步地去考虑 就是所谓的战损成本 因为美国方面它非常的清晰 它关注到亚太大国相应的中导 它的辐射程度 它的覆盖的范围 甚至已经能够达到关岛这样的一个区域 我们说中远程导弹 所以它在布局的时候 它就要慎之又慎 那么这也就是回到 我们刚才提到的 为什么在靠近中国大陆周边的一些点位 美国多年以来 它没有敢于去进行这种 所谓永久性的部署 它就会考虑到这个战损成本 就是说如果把这永久性的部署到 比如说这个半岛的一些基地 包括部署到这个日本列岛 甚至琉球群岛上的一些基地 一旦发生这种不测事态的话 那么这些先进的战机是 这个损一架少一架 所以它会考虑这个问题 这样看来呢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如果说要进行所谓的永久性的部署 还有许多需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美国如果要真的在台海周边 进行F-35的部署 您觉得台海周边哪个基地 可能会成为美国的选择 目前美国对F-35战机的海外部署 它最早的海外部署的国家是英国 后来我们也发现它在澳大利亚 还有它的海外的托管地 关岛也有部署 现在在日本韩国都有部署 F-35战机 如果说要在中国周边 形成一股对中国有威责力量 或是有威胁的话 那当然韩国跟日本 是它的很重要的选择 这个最主要能够威胁的 东部地区北部地区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对南海要构成威胁 或是对南部战区要构成威胁 越南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但是难度很大 这个跟越南对美国的不信任 还有过去美越战争 所以越南本身要提供军事基地 给美国来使用这个 我们觉得可能是很低的 另外一个地方 那当然就菲律宾了 菲律宾过去有租给美国的战机使用 作为空军的军事基地 例如说像克拉克空军基地 在过去就曾经租给 美国的空军来使用 菲律宾也确实是一个 非常好的地理位置 原因很简单 因为菲律宾对于我们的南海这个地方 还有对于台湾 因为它往北就是巴士海峡 对台湾的这个战区来说的话 菲律宾是重要的战略地带 所以菲律宾也是一个F-345部署的 一个非常好的基地 但是由于菲律宾本身的宪法 它的规定 不能够把军事基地再租给外国 所以以目前来讲 尤其是不能给外国设为永久的 这个海外的军事基地 因此目前美国 它对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的使用 都只能够是临时的 一般来说他们半年就要更换一次 美国目前就在寻找法律的灰色地带 来去跳过这些对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的使用 例如说他们采用军事合作军事演习等这些科目 然后不断地在这个专场中 来去规避他们的法律上的一些限制 那当然马来西亚也好 或者是新加坡 美国现在跟新加坡 也有在军事基地的合作 所以对于马来西亚 新加坡甚至印尼 都是它的很好的一个海外军事部署的一个地方 我们也留意到在南海这个地方 我们东盟的国家中 我们刚刚所列举的 就是非常好的军事基地的部署 如果要靠近中国大陆的西南的话 那缅甸 泰国 老挝等当然都是首选 可是问题就在于老挝 柬埔塞 缅甸 把它的军事基地提供给美国来使用 这个可能性很低 泰国就比较难说了 泰国基本上来讲 在过去跟美国有比较多的军事合作 但是目前来讲 泰国也保持了相当的弹性 跟相当的中立 所以它也会考虑到中国的一个感受 因此美国要在东盟这个地方 取得军事基地 它的难度比较大 所以它目前的重心 都放在韩国跟日本 看来美国如果想做这样的战略部署的话 选择还是多样化的 但是我们看到也有媒体指出说 美国的F-35战机其实是有技术瑕疵的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另据媒体报道 美国空军称 由于推进弹射座椅的爆炸药桶可能有瑕疵 以暂时要求所有F-35A停飞 报道称 美国空军空中作战司令部表示 司令部所属的113架F-35多数已经停飞 空军发言人称 其他F-35单位也将跟进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美国空军共有349架F-35战机 究竟多少受影响还不清楚 除F-35机型外 美空军教练机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部分固定翼飞机 都有不同程度停飞 停飞机型何时恢复执行任务也没有确定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军的F-35战机 有一百多架都出现了问题 那么爆出的问题主要是什么 对于美军的战力有什么样的影响 而对于F-35战机来说 这些问题是不是致命的 目前遇到这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弹射座椅的问题 我们说这是从技术上来讲 实际上这个F-35它过去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 那么我们节目里也多次谈到这个方面 这个我们讲F-35对美军来讲 它是把它看作是一个标杆战机 也就是它是美国的第二款五代机 它对它是所谓的寄予厚望 怎么讲呢 在F-35生产的时候 美国方面对于它寄予的这个希望 就是做到四个字 所谓的加引号的物美价廉 那么所谓物美呢 就是它希望F-35这款五代机 成为一个全能战机 它的这个应用范围不仅仅是美国空军 还有美国海军美国海军入战队 也就是说多个军兵种的这个需求 它都要满足 所以它在具体的研发生产的时候 它是考虑这样一个因素的 那么所谓的这个价廉呢 就是它希望把这个研发的成本 和生产的成本降下来 它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呢 这个F-35已经发布的 不是有很多的盟国 包括一些这个潜在的采购方 它需要采购吗 有这样的订单吗 那只要这样的话 一部分的盟友要加入到它的这个供应链 包括它的生产链当中来 研发过程也参与 所以这样呢 是把成本降下来 但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它也要同步满足 其他各个参与方的这个需求 那么由此呢 就使得它的这个生产链当中 出现了多个环节 它的这个供应链相对来说 就比较分散 其实这在新一代的战机生产过程当中 它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忌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 任何的一个环节 如果出现了纰漏的话 那么可能就会对于整个生产体系 或者说整个战机的性能 产生重大的影响 那比如这次它为什么要停飞 我们说是处于这个美国 包括国防部 它发布的消息 它说这是出于这个弹射座椅出了问题 那么这个弹射座椅的生产商 就是一家英国公司 所以这就是说这个出现了什么呢 这个供应链生产链过度的分散 然后大家出现了一个不匹配的这种情况 其实过去也出现过F35 那包括这个坠机 包括它这个出现技术故障问题 还有这个操作系统的问题 那么这次由于谈射座椅出现问题 是非常严重的 为什么呢 从这个战机的安全 飞行员的安全角度来讲 这是它的最后一道保险 这其实是一个保命题 所以它要这个去召回 包括呢宣布去停飞 然后去检修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战机 这对于美国来说 目前它的冲击还是比较大 有人说这个F35 比如说战力的这个冲击 我看更多的 其实是对于它这个军购的 就对于它军售的这样的一个冲击 很多国家它都会考虑 第一个 虽然你想象的是所谓的物美价廉 但是对于很多国家来说 它还是比较贵的 再者呢 现在出了问题 过去也出问题 未来还会有哪些环节出问题 大家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所以这个冲击应该说 这还是不小 是的 这么来看的话 F35的战力能否真的像美国希望的那样 成为所谓的物美价廉 还存在很多的争议 那么如果说美国真的要把这样的一款战机 在台海周边进行大量的常态化的部署的话 岛内的舆论如何看待 这款战机真的能给台湾带来所谓的安全吗 美国释放出这样的一个讯息 说要在大陆的周边部署 F35 这当然是一种消息 一种姿态 也可能只是要引起台湾媒体 或是引起中国大陆的反应 但是在台湾的舆论里面 不关心这个问题 那由于台湾的媒体舆论不关心这个问题 所以台湾的民众对这个问题也不太在意 怎么说呢 这个最主要的是因为 俄乌的冲突之前 美国一直在强调说 对于乌克兰的承诺坚坐盘石 但是等到俄乌发生了冲突之后 大家很快的就发现 美国一直在强调 美国跟北约绝对不会介入 乌克兰跟俄国之间的冲突 换言之也就是说 美国要试图的摆清这个责任 而且美国试图的 要跟乌克兰划清界限 虽然美国有支援乌克兰 但是他不可能协防乌克兰 因为他避免跟一个核武大国的 俄罗斯直接交战 同样的道理 在台湾的媒体很多的舆论里面就认为说 如果两岸之间爆发了军事冲突 其实美国更不敢跟中国大陆直接爆发冲突 所以美国了不起就是精神上 道义上支持台湾 甚至连在物资方面要协防台湾 要支援台湾的可能性都不大 最主要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 一个海岛美国要如何把他的武器弹药 特别是像战机战舰送到台湾的本岛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 不可能的情形下 美国对台湾他一直强调说 他对台湾的承诺坚坐盘石的时候 台湾的媒体台湾的舆论 基本上是不太相信的 由于台湾的分析家 军事分析家都认为 美国协防台湾的可能性很低 特别是在民调中显示出 有高达五成以上 甚至接近六成的民众 认为美国不会协防台湾 美国不会出兵保护台湾 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媒体当然对于有关于美国 又释放出说要在于中国大陆周边 部署F35 这样的一种议论的时候 台湾的媒体自然就不关心了 因为他们认为那不关台湾的事 你部署F35关台湾什么事 因为一旦两岸发生冲突 你也不会来支援台湾 也不会来协防台湾 你甚至连武器装备要送到台湾来 都有困难的情形下 那媒体不重视这个事 民众当然也就不关心这个事了 所以这个是台湾的舆论 所呈现出来的现象 那至于美国部署F35如果在中国大陆的周边 是不是会对大陆构成实质上的影响 一般我们的分析也都认为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涉及到源头打击的问题 也就是说由于美国如果把这个战机 部署在中国大陆周边 不管是韩国或者是日本 或者是即使是不可能 但是我们把假设是可能说部署在越南 或是在菲律宾 但是如果你从源头打击的角度来看 由于这个战机部署在这一些国家 它必须要设有军事基地 而空军的军事基地 全部都是在中国大陆的导弹的打击范围内 不管是陆机的导弹 或者是空机的导弹 或者是海机的导弹 全部都在这样的一个打击范围内 也就是F-35的基地 全部是在中国大陆各类型的导弹的 覆盖范围内的话 它的存活力很低 它被摧毁的可能性很高 这样的情形部署又有何用呢 一旦空军基地遭受攻击 一旦它不能够作为起降维修之用 那这样的情形它就会失去战力 一旦失去战力 对于这个战争 对于能够威责到中国的军事基地的存在 它的效用就很有限了 所以一般来说都认为 它的效果其实是很有限的 刚才您提到的 美国可能会考虑区域局势的问题 然后再去安排它部署的量 但是我们发现 恰恰是因为它要挑起区域局势的紧张 所以才会想着去部署 它为什么要在中国大陆周边去部署战机呢 那么如果接下来 美国还要进行这样的前沿部署的话 台湾依然是它打的一张牌 这对于台海局势来说 是不是会增加它的风险性 对于台海局势是不是不利的 美国方面贫打所谓的台湾牌 自然会对这个台海局势 产生很大的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可以说美国方面一系列的行为 它既是危险的 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但是我们同样看到 美国它为什么要去贫打台湾牌 包括在这个佩洛西篡访期间 美国其实它也展开一系列的这种军事部署 那么它主要的目的 还是要去深度的推进 它所谓这个印太战略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讲这个印太战略 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军事的部署 当然它有经济的成分 但是更多是一种军事部署 特别是它把印太看作是全球的中心 那么把西太看作是印太的重点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就会去重视所谓的印太两阳的结合部 那么在他们眼里 像南海 台海这样的区域 都是居于这样一个结合部 那么由此 他们就专门抛出了一个海上压制战略 对我们形成这样层层的这种战略的压制和这种遏制 那么这个压制战略 其实我们说它分为两环 以所谓第一岛链作为一个划分的一个线 那么第一岛链以西的海域是作为所谓的内环 以东也就是说第一岛链二岛链之间的这个水域作为外环 在这个外环它强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战略安排的一种调整 那么它部署的像航母战斗群这样的一些大杀器 那么在内环强调更多的是什么呢 是强调一种实战能力和一个实战水平 比如说更小的舰支或者说部署这样的一些导弹 是有战法的改变 在战略上它要进行压制 它就说要找一些前沿的点 很显然它狂打台湾牌 它就是要把这个台湾岛当作是潜在的一个前沿压制的一个点 以此进行一种棋子化的处理 当然了 针对台海局势 我们来讲 美国这些年 它也进行了一个策略的调整 它这个策略呢 我把它总结为就是介入而不陷入 像这个介入 它通过一些这种军力部署 其实是给这个台当局传递一些非常错误的信号 希望台当局呢 进一步的去通过所谓以美自重了 包括这个以美谋独了这样一种方式 把地区的整个形势朝着之后 美国好去浑水摸鱼 为什么说它又不敢于去陷入呢 原因就在于啊 美国方面的考虑 一旦是造成这种不测的事态 它是无法收场的 它非常清楚这个事情 这个轻重在哪里 那它之所以这么来搞 它就是要这个 把这个地区的局势给搞乱嘛 所以我们看到 台当局其实是一直希望 像美国的包括这个航母战斗群啊 这样的一些这个威慑的这种利器 能够实现一种海上中扩号 比如说你这个穿行台海了 是不是可以再穿行一下 宫国海下 然后再穿行一下巴士海下 形成这个这个什么呢 所谓中扩号之势 美国没这么做 反而在这个近期的我们观察 美国在选择另外的路线 比如说美国这个 里根航母战斗群 它在这个一些紧急时刻的时候 它没有向台当局 包括台美炒作的 要走巴士海峡 它反而是走那个 菲律宾群岛内部的 圣贝纳迪诺海峡 这什么意思 很显然是把菲律宾群岛当作一个掩护 当作是一个掩体 这就体现他这种考量 但是他对这个局势带来的这种冲击 还是比较大的 带来了很多的这种不可预测性 我们还要的高度警惕 不管说未来美国的军方 有没有在靠近中国大陆的地区 部署它的第五代战机 我们都可以看出 美国方面企图用军事化的手段 遏制中国大陆的发展 介入亚太局势的趋势 是非常明显的 而台湾是美国抓在手里的一张牌 如果说美国企图用军事化的手段 那么他一定会继续的利用台湾 加剧台海局势的紧张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李红